彭亨州方面今天召开第十五届第一季第一次州议会 临选正副议长 巫统联增区前州议员 拿多斯里·莫哈默·沙卡出任议长 副议长则是行动党美丽区州议员李正贤 他也是彭亨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副议长 彭亨州务大臣拿多斯里·望罗·斯迪 今早率先提名莫哈默·沙卡担任州议会议长 获得巫统文达区州议员拿多斯里·莫哈默·索菲 副议 莫哈默·沙卡随后宣誓就职 正式主持会议 大臣再提议李正贤担任副议长 随后也正式宣誓就职 42名州议员也陆续宣誓 而在临选正副议长期间 国盟议员并没有任何表态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